残傲游泳项目当中 这些运动员需要卸掉衣服的掩饰 把残缺的肢体展露在世界面前 是强大的内心让他们战胜自我 站到了赛场上 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下了运动员们 备战训练的励志瞬间 我们一块走进他们 走进残傲游泳队训练馆 无论是岸边的热身练习 还是泳池内的正式训练 残缺的肢体 顽强的意志和自信的表情 让运动精神更多了一份力量 残傲游泳队运动员中 很大一部分是肢体残疾 其中步伐失去双臂的选手 除了缺少滑水助力的关键部位 他们还需要用嘴 用头 来完成出发 触臂 以及转身的动作 它不是咬住毛巾 就是有那个 可能会掉牙的那种风险有时候 因为之前咬的时候 就是那个牙齿有时候 就是松开的时候 有时候会痛 然后就感觉那个牙齿 像被掰了一下牙 毛巾的一头是教练的助力 另外一头是牙齿和身体的 特殊脚量 要跟教练配合 然后会跟教练制定一些 暗号什么的 比如说我这样头动一下 然后需要再拉高一点 或者是我这边肩膀动一下 可能就是拉的高度够了 就是会一点点的胸磨合 卢东六岁时因为车祸而失去双臂 最初站立行走都会摔跤 是游泳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 因为我本身这个人就是 可能有点要强 有点不太服输 就别人觉得这个太辛苦 可能我觉得我就想试一试 翻反复复地去练习吧 咬着毛巾出发 向着梦想冲刺 2012年卢东首战残傲 夺得伦敦残傲会100米洋勇冠军 2021年在东京残傲会女子 50米蝶勇S5级决赛中 卢东再次夺得金牌 在领奖台上 由于其他两位获奖者坐在轮椅上 卢东单腿下蹲与他们合影 这一瞬间温暖了赛场内外 享受比赛勇敢出发 今年他将向着更多的项目发起冲刺 体育让我更加的自信 然后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去埋怨自己 怎么没有做好这件事情